挖鼻孔會讓你得阿茲海默症 What? 好啦,反正報導是這樣說的 我們就來學點英文吧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這是一個老鼠的研究 So mouse study suggests a surprising link between nose picking and Alzheimer's 挖鼻孔其實不是第一次說 這個nose picking pick your nose 所以挖鼻孔並不是dig dig是真的拿一個圓鞘在那邊挖 拿一個shovel在那邊挖 那個叫做挖dig 那我們挖鼻孔用pick這個字就可以了 那我們今天也順便講一下一下 跟這個鼻子有關的生出來的一些東西 鼻涕怎麼說你知不知道 鼻屎怎麼說你知不知道 挖鼻孔挖鼻屎 然後還跟他很有關係的一個字叫痰 我小時候總之會認為痰跟鼻屎跟鼻涕 是同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這樣覺得 但是我小時候真的是覺得 阿不就都從同一個區域出來的東西 當然慢慢長大才知道說 痰有時候在肺裡面 咳半天那個老痰才咳得出來 有一點年紀的大家都知道在說 咳出老痰有沒有 那你不咳好像也沒關係 可是有時候覺得不爽就 就把它印殼出來 那那個東西似乎跟鼻涕還是不同的 真的嗎 I don't know 其實有一個字可以把全部串起來 就是 其實就mucus 因為mucus就是黏液的概念 可是從肺體出來的我們叫它痰 痰到底怎麼講 等一下再看了 來我們先繼續往下看下去 所以nosepeaking強調一下是挖鼻孔 那這個研究其實一開始他說的是 他並沒有非常篤定真的是有啦 所以這是一個很薄弱 但是卻有可能的一個連結 讀給你聽 A new study has revealed a tenuous but plausible link between picking your nose and increasing the risk of developing dementia 三個字可以學 Tenuous就是很薄弱的很weak的 所以very weak or slight 脆弱空洞的tenuous 但是卻貌似可信的 plausible 這個字跟possible我覺得是有很大的overlap 所以possible plausible plausible OK 那 所以它是一個tenuous but plausible link 在兩者之間 between what 第一個picking your nose 挖你的鼻孔 第二個increasing the risk of developing dementia Dementia Dementia這個字我常常自己啦 我跟另外一個字常搞混在一起 就是amnesia 所以這兩個字我都找給你看 一個Dementia就是其實就是我們說的阿塞摩症 老人失智啊這些的這樣子 Dementia 那另外一個叫做失意 所以失智跟失意有沒有重疊 I don't know 但失意是東西記不起來嗎 那失智可能是 I don't know 失智可能是一些生活功能做不太起來 好 例如說拿著一把刀 不知道該怎麼去切一個這個水果 這個叫做失智吧 應該是不叫失意 失意可能是我不記得你是誰大概 或者是健忘症 例如說找了半天眼睛找不到 然後發現掛在自己頭上有沒有 那樣算是健忘症 好啦 anyway 所以失意跟健忘症叫做amnesia 那失智則是Dementia 那Alzheimer比較是失智這樣子 好 所以這兩個之間有關係 Dementia跟挖鼻孔 那我們就再往下看一下還有些什麼字可以學 我覺得這個字很好 就是Caviar這個字一定要學 Yes 好先把第二段也讀給你聽 沒什麼 In cases were picking at your nose damages internal tissues critical species of bacteria have a clear path to the brain which responds to their presence in ways that resemble signs of Alzheimer's disease 所以這是他講的這個原因 所以就是說你挖了一下鼻孔之後 你就會傷到你內部的一些那個組織 那有一些細菌就能夠有一個很直接的道路 能夠到你的腦袋去 然後就會引發你的Alzheimer's 所以他說這個 前面講了它的結構 它的連結是很薄弱的 可是這還是有可能的 我們這句話再讀一次 所以在這些例子中 In cases 那這些例子裡面發生什麼事呢 用一個wear接下去 那wear後面就要接主持動輒 對不對 so picking at your nose damages internal tissues 所以前面這一整段都還不是句子本身 它都只是講了一個時間複詞片語 只是複詞片語 後面有一個形容詞子具在修飾它 或者你說這是複詞子具修飾它也可以 所以在這些案例中 什麼案例 挖鼻孔傷害到了內部的組織的這些案例 so in cases wear picking at your nose damages internal tissues 豆點後組織出現了 有一些很關鍵的物種 就這些細菌的種類 就有一個很清楚的很平坦的一條道路 能夠通到你的腦袋 so critical species of bacteria bacteria細菌 species是物種 那critical是關鍵的 動詞出現have a clear path 有一個clearer 它強調一下是比較暢通的 so they have a clearer path to the brain 而這個東西就能夠 which responds to their presence in ways that resemble signs of Alzheimer's disease 所以總之它就是 它回應的方式 就你的腦袋回應的方式 就很像在回應Alzheimer's一樣 所以你就可能會得啦 anyway 但是還是有一些 there are plenty of caveats here 所以這個字我也是一個今天特別要說的字 c-a-v-e-a-t 可以是附屬s caveats 它是什麼意思呢 我先說一下它的definition 意思就是我剛才講一件事情 可是欸 但是我還是有個前提喔 有個條件喔 有個限制喔 我還是有個醜話說在前面喔 之類的一個概念 所以它可以是a warning a notice a word of caution 警告一下警語這樣子 or limitation 這就是caveat OK 好 例如說 今天一個女生答應跟你約會 可是有一個caveat 就是 我無論如何今天月進來不能跟你上床 所以你不要想著在約會 最後可以爬到我的床上來 沒有這回事 OK I'll go on a date with you but here's a caveat I'm on my period 這樣大概就是 caveat大概就這樣子用 所以它這裡才說的 there are plenty of caveats here 所以雖然說可能導致Alzheimer's disease 但是卻有很多的caveats 例如說 Not least that so far the supporting research is based on mice rather than humans 其實它這個句子 我個人認為它不見得有寫對 你知道嗎 因為我比較熟悉的是 Not the least of which Not least of which is that 接下去 所以它 你可能說到底在講些什麼東西 我再搶 我再說一次 所以這裡有很多的caveats 而這些caveat其中一個 就可能包括著 下面我要說這件事情 所以才會說 Not least of which is 然後接下去 這個which關係代名詞 關帶前面的這個caveats 所以這些caveat中 其中一個很大項的就是 接下來要說這一個 所以才會用這個not least 這個接下去 說真的這個翻譯實在是 不太有翻譯 那你知道關帶跟b動詞可以升調 所以我才會在這邊觀察到 它似乎把which跟b動詞都省光光了 然後繼續就直接用that這個詞去接下去 所以not least of which is 全部省 那個list of which is就省掉了 然後that接下去就是 目前它的supporting research 都是老鼠的 所以我是不知道老鼠會不會挖鼻孔 但總之它這裡seem to suggest 它似乎在提出的一個概念就是總之 就是挖鼻孔傷害這個內部的internal的tissue的這個東西 然後導致Alzheimer's 他們是在老鼠身上要發現 所以這就是它的 但是我要先說 這個條件就是 我們這個實驗是在老鼠身上做的 人不一定會 OK so the supporting research is based on mice rather than humans 但是這些findings還是的確值得去探討一下 but the findings are definitely worth further investigation 那也可以增加我們對Alzheimer到底怎麼開始的 的一個理解 so and could improve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Alzheimer's get started which remains something of a mystery 所以也就是說Alzheimer到底怎麼開始的 其實對科學家現在來說還是一個謎就是了 Alright 那或許我們再多看幾個詞好了 就是 反正在老鼠身上看到 就是說你在挖了以後 那個細菌就會爬到你的嗅覺神經一路爬上去 嗅覺這個字 我們似乎也在幾個禮拜前影片 還是就上禮拜看到過叫做 olfactory O-L-F-A-C-T-O-R-Y so it was demonstrated that in mice 在老鼠身上 the bacteria could travel up the olfactory nerve 所以爬上嗅覺的神經 joining the nasal cavity and the brain 所以這個神經就把兩個東西結在一起 也就是你的鼻孔 跟你的腦袋是連接在一起的 joining the nasal 這個字就是鼻子的 Cavity這個字其實只有孔洞之類的意思 這個字會在托弗亞斯看得到 Cavity 常講一個笑話 就以前我喜歡看的那個 Beavis and Butthead 憋視與大頭彈 他的第一部電影 最近有出另外一部電影 我也做過一集 憋視大頭彈第一部電影 就是有一個警察到處在追捕著憋視與大頭彈 然後他只要看到他們跟哪裡接觸過的人之類的 那時候這些人都跟他接觸過 來全部給我收 收什麼收屁眼 所以他就會叫他的手下戴一個手套 那個縮腳手套 還是叫做橡膠還是叫做矽膠還是什麼手套 戴上去之後 然後你就看到那些人全部趴在那邊 然後接下來就要被做什麼事情 那個叫Cavity Search 聽起來是很好聽 Cavity 什麼叫洞穴搜尋 搜什麼洞 說你屁股洞 Cavity Search就是 像我們坐牢前好像也有這件事情 就是要收一下你的屁屁裡面有沒有長度 聽說有一個更簡單的方式就是要人家做交互蹲條 然後同時這樣咳嗽 聽過這個說法就是 聽說這樣做你就在屁屁裡面夾著任何東西都會掉出來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戴手套直接進去搜 Cavity Search 所以我們當時看到這一段就一定會笑得亂七八糟的 那所以Nasal Cavity就是你的鼻孔 那鼻孔另外一個比較生活的字叫Nostril 那這個反而你應該要知道 你說Nasal Cavity不知道就算了 但Nostril就鼻孔 那我個人認為Nasal Cavity可能也不是只有講鼻孔而已 可能你一路通通通通到腦的那一整段 那個頭骨裡面的那一整段那一條路 大概都可以叫做Nasal Cavity Nastril可能就只是外面我們挖得到的地方而已 就是 好所以總之會這樣子爬上去 然後呢 反正你要是傷到這個鼻子裡面的這個上皮組織的時候 上皮組織好fancy一個字喔 這裡還真的有這個字你就不用背 拜託你看不到它 我這輩子可能第一次看到而已 Epithelium 連不會念都無所謂算了 好啦anyway講到這裡 我覺得我們來講一下我剛剛說的重點 就是我們到底鼻涕鼻食跟痰要怎麼講 好那鼻涕你就說是mucus 其實是ok的 mucus 但mucus的範圍其實是很廣泛的 我個人真的認為痰也是一種mucus 好那鼻食就是booger b-o-o-g-e-r 挖出鼻子 booger booger 那痰就是flame flame 不是火焰 火焰是flame ok 強調一下發音上要小心 flame flame 是那個蝴蝶音 那痰呢 很簡單的一個add的音 flame flame 拼法有點特別 p-h-l-e-g-m 裡面有個g這個字很奇怪 那 那種液體的黏稠度 像你知道鼻涕有時候黏 有時候比較不黏 那他叫做viscus 或者viscocity 是他的名詞 這個詞 viscocity 或viscus viscus這個詞 有可能託夫亞斯會看得到 所以again我們有時候講的 就比較高深一點的詞 難度高一點點的詞 好你知道就好了 好啦所以看到這裡大概也可以 你覺得這個東西值得參考嗎 算了啦 但是值不值得做一集 來介紹一下他的英文 還蠻不錯的 好所以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